欢迎收看放DJ基金及ETF周报 我是叶佳伟 上个礼拜美国股市受到了三大利空笼罩 创下了金融海啸以来最大单州的跌幅 来到17个月的新低点 其中NASDAQ指数从8月份的高点以来 更重挫了已经超过两成 那么有哪三大的利空因素呢 首先是美国联准会是如期升息一码 并且预期2019年将会再升息两码 而联准会主席鲍尔表示将会维持缩表政策 但是市场解读这FED的态度不够鸽派 引发了市场一阵失望性的卖压 那么第二个看到是在中美贸易战的纷争持续的干扰 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表示 除非呢中国的经济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 否则两个国家可能没有办法在90天期限之内 来达成贸易的协议 加深了中美贸易纷争和景气放缓的担忧 而第三个呢是因为这个短期资金拨款法案 迟迟没有办法达成协议 所以部分呢美国政府机关关门停摆 以上这三大因素拖累了美股三大指数重挫 这跌幅呢分别落在6个百分点到8个百分点左右 而S&P511大类股的表现呢同步也是全面下挫的 其中是以油价走跌拖累能源类股 这表现是最差 而景气的疑虑呢让非核心消费类股和科技类股的跌幅 接近了有6个百分点 而德州联邦地方法院法官裁定评价医疗法为限 另一方面娇生因为爽生粉含食棉的丑闻 那么使得股价续跌 冲击到医疗保健类股的表现下挫 而在金融股的部分 马来西亚针对主权投资基金 1MDB的丑闻 对高盛证券提起了形式诉讼 高盛证券跌到两年的低点 那么压抑到的是金融股的走势 这是在防御性类股的公用事业类股 上个月因为加州大火 股价大跌的太平洋电力瓦斯PGN1 表现持续疲弱 最主要是因为监管机关指控 公司违反了天然气管线安全规定 而且伪造记录 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下令立即改善 并且考虑对公司罚款 造成了公司股价下跌 那么也拖累整个公用事业类股收低 不过我们看到在这个跌幅的部分 只有1.29% 这表现还是相较其他类股 这个跌幅是最为轻的 接着您看到是在全球各主要指数的表现 联准会调降了明年预估升息的次数 加上美国政府可能会停摆关门 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 也激励了金价的走升 而近期国际的投资银行 发布对金价在2019年的走势预估 其实也大多是正向乐观的 那么看到在上个礼拜金价的走扬 就带动了MX金虫和费城经营指数 是同步上涨 而排名第三名的是土耳其股市 今年土耳其股市表现震荡 里拉更是大幅的贬值 大约有三成 不过上个礼拜指数短线的反弹1.47% 那么排名第四跟第五的呢 则是在南美洲的智利和墨西哥股市 好就在六到十名的部分呢 受到上个礼拜美国宣布升息 造成市场动荡影响 我们看到虽然是排名在表现最好的指数当中 但是这指数呢 却是呈现下跌的 其中跟我们比较邻近的香港股市 上个礼拜受到美国政府 可能停摆的利空影响表现震荡 而台股同样也是受到美股频频大跌影响 但是我们看到呢 这表现是相对有支撑的 那么在这两个股市呢 周线是下跌只有1.31% 在表现最差的部分呢 刚刚提到我在上个礼拜 这个美股的重挫 加上市场预期明年的全球石油需求成长 可能会不如预期 那么看到在国际油价的部分了 来到了一年多来的新低 费城油业指数呢 下跌了有13个percent 那么也拖累到了MX能源走弱 这跌幅有8.93% 同样弱势的还有生计股 同样是受到美国股市重挫给拖累 包括了NBA生计和MX生计都是同步下跌 跌幅也超过了一成 而表现最差的6-10名还包括了MX石油 还有追踪小型股的罗素2000指数 跟NASAC指数 这跌幅呢都超过了有8个百分点 这是在基金绩效表现的部分哦 表现最好的是富邦标普500波动率 短期ER期货基金 这涨幅有16% 而上个礼拜因为油价跟美股的重挫 所以造成相关反向操作的原油 还有放空美股的指数基金呢 这涨幅都相当的亮眼 那么除了1-5名之外呢 我们看到6-10名同样也都是集中呢 在放空美股 那么还有包括这个日股的反向基金 涨幅呢落在7个百分点以上 而在表现最差的基金部分哦 生计股的下挫 拖累了包括富兰克林跟百达所发行的 相关生物基金这跌幅超过一成 另外油价下跌 那么拖累到的是相关能源基金的表现 我们看到仅顺能源基金这跌幅呢 落在10.76%以上 这都是上周呢 基金表现比较弱势的族群 接下来您看到是在上个礼拜的ETF资金流向 好 接下来您看到的是在商品价格走势的部分哦 这个原油供过于求的疑虑 再加上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家具 加上美股持续的走跌 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油价重挫之下 CIB商品指数呢 随着油价走弱也是同步下跌的 跌幅是4.54% 而上个礼拜油价重挫 除了是这个美股重挫影响之一方面 还有近期主要产油国的产量 其实是持续创高的 加深了市场对油市供过于求的担忧 尽管传出是澳地阿拉伯计划 要增加自己的减产额度 可是呢 这供给面的利空讯息 还有技术性的卖压 还是导致这油价的走势持续的破底 纽约原油近月期货价格 在上周大跌的幅度 接近了有11% 说在美股45.59美元 而至于在金价部分呢 我刚刚提到的联准会呢 调降了明年升息的次数 那么以及风险性资产走弱之下 就推升了市场的避险需求 金价创了近6个月来的新高 那么看到呢 在近月期货价格部分哦 在上周呢 是上涨了1.35% 就是在基本金属的价格走势部分 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 再加上全球股市跟原油的卖压 都是相对沉重的 压抑基本金属呢 这个价格走低 我们看到在三个月远汇其同价呢 这下跌的幅度是2.29% 最后大家看到是在这个礼拜 有哪一些的国际财经焦点 觉得要关注的呢 那么这个礼拜因为遇到这个圣诞节哦 美股在25号是暂停交易的 在26号恢复开盘 26号美国要公布的是 10月标普凯斯 希勒20城市的房价指数 那么27号呢 要公布的是上周出领事业救济金的人数 以及11月份的新屋销售数值 28号要公布的是 芝加哥采购经理人指数 那么在中国的部分 27号要公布的是11月份的工业企业获利 28号欧元区要公布的则是 12月欧盟调和CPI数据 那么以上哦 都是在这个礼拜 可以值得来留意的国际财经重点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